根据外媒报道指出 意大利正式宣布将退出一带一路倡议 中国外交部发言人汪文斌跳脚回应 反对抹黑破坏一带一路合作 更宣称一带一路十年来的成果 得到国际社会的普遍支持和欢迎 而意大利总理梅洛尼最新接受媒体访问时 则亲口证实并批评一带一路没有预期效果 不过尽管退出一带一路 梅洛尼人强调希望能和中国保持良好关系 恐怕就是为了避免退出一带一路而激怒中国 试图让影响降到最低 事实上意大利作为七大工业国里 唯一加入一带一路的西方国家 梅洛尼去年上台前曾批评前总理孔帝 在2019年签署一带一路是严重的错误 外界分析由于意大利加入倡议至今 一带一路的效果不如预期 才会让意大利赶在倡议自动续约前 提前表明受分手 雪儿进一步指出除了经贸成效不张 外交方向更是梅洛尼的考量重点 意大利周围瞄准欧美的非洲战略 盼能借由断开一带一路 向西方社会与印度表明立场 力求加入欧美行列 共同经营非洲 雪儿认为意大利未来会依循欧盟原则 把中国定义为系统性竞争对手 不过在全球竞争中依旧保持非敌对的关系 而在意大利态度转向之际 台湾也应该好好把握 尝试寻找新的外交突破点 记得张慧珍总理报道